Hello, 大家好 歡迎各位出席由香港工業總會主辦的 五億元遙距營商計劃Dbis 申請攻略全方位網上簡介會 我是工總的同事Flora 受到疫情影響,遙距工作漸漸成為新的趨勢 例如近日很多人都會用過Zoom來開會,搞線上 seminar等等 又見及此,創新科技署推出了遙距營商計劃Dbis 透過突快批核資助企業利用創新科技 在疫情期間開拓遙距業務,創造新的價值,新的機遇,轉危危機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擔任今次計劃秘書處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以及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的代表 跟我們分享一下計劃的詳情,以及網絡安全一些小貼士 到最後,我們會有15分鐘的問答環節 大家如果有問題,可以在屏幕中間有一個問答box 輸入你們的中文問題,以及公司名稱 到時我們就會抽選,並且即時解答 首先我們邀請第一位專家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吳宇安先生分享 使用視頻會議的安全提示,有請吳先生 好,麻煩主持人,首先很感謝工業總會 今天安排我們來到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網絡安全的題目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我姓吳的,是來自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的資訊顧問 現在想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就是關於一些在使用視像會議時的保安小貼士 這就是今天的 agenda,我主要會和大家分享四個題目 都是圍繞著一些使用視像會議軟件的安全問題 最後會有一個總結,希望大家可以多取消 可以帶回自己公司,無論是個人或公司都可以應用到 開始的時候,我都用少許時間介紹我們中心 我們就是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服務香港人 當香港本地企業或網絡的用戶遇到電腦保安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去幫忙協調如何應對這些事故 另一樣東西,我們都會是國際間其他相對處機構的一個聯繫點 當我們收到其他國家 報告給我們聽 發現一些來自香港的網絡威脅的時候 我們都會幫忙協調去應對 另外還有少許資料,在畫面上也看到 我們是2001年成立 我們的資金來源其實是由政府支持 以及我們是由生產力局去負責營運的 因為之前也說過,我們服務對象主要是香港市民 所以當大家遇到任何電腦保安事故的時候 都歡迎大家打我們的二線電話 8105-6060,跟我們的同事聯絡 介紹了我們中心的一些Mission 我們講一下我們中心提供的四大服務 第一個 我們會為香港市民提供一些電腦保安的預警 我們會分析和過濾世界各地收集到的電腦 保安的情報 如果發現對香港有威脅的時候 也會發出預警 希望大家可以防範 第二個就是剛才提及過的一些保安事故協調工作 大家在電腦保安上有些問題 都歡迎可以用剛才的方法聯絡我們 第三樣就是我們會定期出發一些保安報告 保安指南和報告 這個我在最後一張 slide 還會 介紹一下我們最新的報告 讓大家聽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的服務之一就是提升大家對電腦保安上的知識 就像今天這個 webinar 一樣 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可以學習到一些保安上的知識 無論在生活或者工作上都應用到 開始入正題 如何可以安全地應用一些視像會議軟件 我知道疫情的關係 很多公司都會有一個work from home 的安排 或者是Speed Office 的安排 員工在分散的情況之下會用到一些視像軟件 都比較頻繁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功能的軟件 大家在網上都可以找到適合公司的 solution 所以我今天都不準備跟大家做比較 我主要會講一下 在網絡保安上面的風險 其實很多風險都是可以避免和減低的 我以下的 slide 會提供一些提示給大家 開始的時候我們看看 其實早前的視像軟件在世界各地引起的風波 譬如我搜集了一些報告 報章 在外國發現 以前有同事用戶 用zoom的時候 會受到一些 分明人士入侵他們的會議 另外另一個新聞是 連美國FBI都提出一些警告 提醒一些人如果是用zoom去做上課的時候 都要留心會被人入侵 另外亦都有 網上發明一些zoom的惡意軟件 開始散播 去攻擊用zoom的用戶 說了一些外國 其實香港早前有些用戶中招 譬如有一宗新聞 有人網上受課的時候 就被一些入侵者 去到中途加入 還播了一些不雅的影片 最後 學校是要報警 求助的 政府 或者學校 都開始 對於一些視像會議軟件 都加深了他們的 對於保安上 都有很大的關心 亦都是引起一些廣泛的討論 之前說了幾宗新聞 都是關於zoom的 其實 這些不是單一軟件的問題 因為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其實發現 網上幾隻受歡迎的軟件 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安問題 譬如我之前有另一隻軟件 叫做 Sysco的 發生了一些漏洞 另外 Google Meet 或者Microsoft Team 亦都被人發現 在一些私隱上 他們是很含糊不清的 最後 Microsoft Team 亦都被人發現 曾經遭受一些 Cyber Attacks 令到他們的會議 不能夠正常進行 可能大家聽了這麼多 在保安角度上 大家怎麼選擇這些軟件 或者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令到減低自己的風險 建議 有三個 第一個建議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風險評估 包括 你們在用這些軟件的時候 用途是牽涉什麼類型的 要對於你們的用途做一些Data Classification 例如你會在會議上討論敏感的資料 或是你們用軟件來做一些Redmina 討論一些公開的話題 另外 想大家認識一下 在使用這些軟件的時候 會面對什麼風險 以及他們的影響是什麼 大家都需要明白 我們明白了一些基本資料之後 下一步就要去了解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減低一些風險 以及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這些發生 我們歸納出的主要原因 通常都是軟件的漏洞問題 以及大家對於軟件上的保安設定 不太了解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先要選擇軟件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大家 選擇一些 是有 選擇的公司 是一些比較良好紀錄的 對於一些 Security 比較關心的公司的軟件 另外的就是 要設置一個Security Control 譬如在會議軟件的保安設定上 做一些 正確的setting 來減低受入侵 或者受影響的機會 最後一點就是 建議大家 要做一些Testing 或者Rehearsal 就像今天的 webinar 其實我們也做了兩次的Rehearsal 才開始的 目的是確保 之前的setup 或者設定 是全部都正常運作的 剛才有關於測試方面 我幫不了大家 這件事 另外我們幫到大家的就是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究竟 在使用這些軟件的時候 主要面對的風險有哪幾方面 我們回答出 其實主要有三方面的風險 第一件 剛才新聞大家都看過了 其實最主要的風險就是 被一些不明人士闖入我們的會議 其實網上 早前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在開會途中 有些人闖入了會議 而且散播了一些 不雅的畫面 甚至乎有些可能是 進來之後偷聽 你們的機密資料 這些其實是一些 unoffering access 其實成因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會忘記了 我們將一些會議的 連結或ID 分享出去 引致一些不法的人士 收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在你會議期間闖入你的會議 知道你們的 第二件事 就是 一些網上會議軟件 其實是提供一些 file sharing的功能 即是可能有些人 可以分享一些 這些其實有機會是一些惡意軟件 甚至是他們分享一些 網絡釣魚的網站 吸引一些人 大家不在意的時候 把人按進去 就會從而 受到攻擊 例如 影響包括一些 勒索軟件 或者他給了一個 假網站的連結 你進去就填了一些 個人資料 來偷取一些 個人資料 甚至乎嚴重一些 他們可能會 利用這些資料 進行另一些 攻擊 例如 騙你錢 例如 騙你一些 E-banking 的密碼 令到可以控制你的戶口 最後就是一些私隱的問題 之前我知道很多人會用軟件的時候 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有一個錄影功能 方便他們錄影當時會議的進行 可以做會議紀錄 或者是 日後可能會被網上重溫 其實這些 錄影的時候 都會有些私隱的問題 會發生 例如 之前有些 Zoom 的軟件 發現人們錄影了 將它放在 螢幕上 最後 是被黑客入侵 來偷了一些 會議的過程 當然它影響了 一些information 甚至乎 你錄影了 這些資料流失的時候 會引起一些訴訟 嚴重一些 可能會影響 你的公司 機構 一些信譽 甚至客戶對你的信任 會不會影響 很快 有些提示給大家 我主要分兩類 第一類就是在預備這些會議的時候 大家有什麼可以做 強烈建議 公司應該設置保安政策 以及一些 用戶的指引 教他們怎樣使用 這些資料 例子就是 例如在什麼情況下才可以用這些軟件去開會 或者什麼情況下才可以去錄影 甚至討論一些confidential information的時候 有什麼security setting 你一定要設定 以下 我提議了一些security setting 其實都是一些 可以保障到你們安全的setting 這些我建議大家可以在因應不同的情況下 寫到保安政策裡面 讓人們去進手 例如簡單一點 要叫同事一定要更新的軟件 另外就是要把你的 meeting 設定在一個 private setting 防止入侵者 另外就是 叫同事不要把你的 meeting 的 link 或者是 password 周圍去share 給其他人 或者是 forward 給其他 不需要開會的人 另外就是不要用一些 要用一些不同的密碼和ID 去確保 就算其中一個被遺失也好 都不會說 你整理所有之後的會議都被人入侵 另外最後一個就是 enable waiting room function 這個就是方便 同時避書的時候 在開會前 確保每一個人的身份 才容許他們進入會議 剛才說了一些會議前的準備 在會議開始期間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一些保安的措施 去防保保障的會議 可以安全地進行 包括可能你的 setting 就是限制了 大家有什麼 跟 participant 有什麼可以做 包括說他們可不可以 share video audio 或者做 screen sharing 以及可以聊天 另外也建議大家可以找同事 monitor monitor 著會議 究竟有沒有一些 不適當的內容出現 另外如果你們錄影的時候 剛才說過一些私隱問題 你們在 會議開始 之前 和所有的 預會者都說 你們會錄影 給他們一個 預先的通知 以及如果你們有錄影的 你們都建議大家 把錄影保留在電腦上 就比保留在網上的 雲端系統 這個就是會議期間 如果開始了 所有預會者都已經到齊的時候 都建議你們可以 lock a meeting 來防止其他人 再可以加入 剛才說的都是一些 預防措施 但其實 都建議大家 如果當所有這些 預防措施都失效的時候 大家都要有一個準備 就是一些 incident 的response的準備 例如舉例的就是 在會議進行期間 如果真的發現有人入侵的 或者發現一些不雅的訊息 分享出來的 都可以 記得大家 要做一個預備 準備 除了一些可疑的訊息 或者除了一些 惡意的內容 甚至乎對於一些 不明人士 也要即時去除了 阻止他們 阻止他們 妨礙會議的進行 在會議之後 例如剛才說到 有些人來散播 軟件 或者 釣魚磨落 都建議大家在會議之後 都盡快 做一個 測試一下 自己的系統 用Andy virus 更新一下自己的電腦 或者 視像軟件的軟件 確保他們去到最更新的狀態 剛才說過的一些guide line 其實 一些意見 其實我們 HKs 都把這些意見 放在我們網上的一篇文章上 所以如果大家 剛才聽不懂 多意 大家去到我們的網站 看看剛才我所說的建議 最後 有些 take away 給大家 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keep所有 你電腦的軟件 是最更新的狀態 第二就是 確保所有的保安設定 都是正確的 另外就是 留意一下 有沒有私隱的問題 例如在你 Remote Office 期間 很多同事 他們的家 或者是自己的依著 其實他們都不希望 可以在網上洩漏的 大家在這些時候 提供在你的保安政策上 提醒員工 如果你開會 麻煩你們 有人穿的時候 就放不著 穿得沒那麼隨便 或者你去一些 開會用的房間 確保不會影響 一些 你們的家人 覺得是私隱 影響你們私隱的地方 去到最近的會議 另外就是 要確保 大家在街上 在樓下 copy shop 都確保 你用的Wi-Fi connection 是一個 可靠的Wi-Fi connection 還有 之前也提過的 就是你們要 將你們的會議 討論的內容 就是要分類 例如有些敏感的資料 你們可能會考慮 討論敏感的資料的時候 可能你們會考慮 用電話 在現代用的視像會議 或者討論一些普通的問題 才用到這些會議軟件 去到討論 如果真的 在你們的會議內容 有一些敏感的資料 都建議大家 將你們的 錄影加密 以及做一個backup 最後提醒員工 一定要遵守公司的保安政策 以下的簡單 我快一點說 如果大家有遇到什麼事 都聯絡自己的IT部門 最快的方法就是聯絡IT部門 如果IT部門遇到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可以聯絡我們香港電腦保安事務協調中心 另外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網上詐騙 真的令到你們的金錢損失 都建議你們聯絡警方 剛才說的 我們網上有很多有用的blog 包括剛才說的 關於Zoom的一些網上會議軟件的blog 另外一些 其他的 網上的blog都歡迎大家上網站看 除了blog之外 之前說過我們最新出的 其實是一些IoT的指南 大家如果有用到IoT 無論你們是公司採購IoT的時候 如果需要遇到什麼問題 都可以參考我們的指南 每季都會有一份 都會提供香港的 在IoT的趨勢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 加時間給主持人 謝謝吳先生 接下來到了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DBist計劃簡介 現在我們有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經理 陳仲文先生 Alex 大家好 大家都看到我的畫面 先說說 整個基金的簡介 其實都是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之下 由創新科技署推出 名為DBist 目標就是 怎樣用一些資訊科技 令到企業可以在疫情期間 可以繼續營運 以及開拓市場 其實這個計劃已經由今個星期一開始 九點鐘 已經接受申請 為期六個月 而總數批出的資助額 會是港元五億元 首先很多人都很有興趣 究竟是哪些企業才有資格去申請 這個DBist program 其實就有下面四個 requirement 首先 那間企業必須在香港有商要登記 以及不可以是上市公司 不可以是法定機構 以及不可以是接受 公帑資助的非政府機構 以及這間公司必須要在今年1月1日之前 已經是營運 以及在作出申請的時候 是需要提交一些實際證明 這間公司是有在香港一個操作的實務 例如就是 有一些跟客戶的合約 或者是一些 訂單 採購的 它顯示 其實這間公司在香港是有以往的一些旺跡 另外很多人都有問 其實如果有很多一些 例如大公司下面有些子公司 可不可以申請呢 其實那間子公司如果符合上述那四個條件 是可以申請的 但是一點大家要留意就是說 如果那些相關企業 即是那些不同的子公司 有其中一個人 是做一個持份者 是超過30%以上的 那系列的子公司都會當事為一間企業 去計算 而我們整個計劃是有一個 有一個要求 就是每間企業只能夠提出一間一個申請 所以就是說如果在一個 集團下面一個子公司作出申請 其他的子公司都不能申請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申請資格的介紹 以及其實在我們香港PC的網站裏面 已經有一個專業 是For DBIS Program 裏面亦都有一個很詳細的申請者指南 裏面都有很多的條文 又或者是一些詳細的資料 可以讓大家參考 而今天我們提供的 都是一些 重點 如果詳述的 可以去到申請者指南 上面再看看細項 另外這個資助的計劃 其實就有別於其他的 科技券 或者其他的資助基金 他們會 配備的形式 但是這一個 就是會全資資助 即是說如果那個項目 是譬如 牽涉到一些購買 或者採用一些資訊科技裏面 有軟件 硬件 專業服務 以及相關的培訓 如果每個限額以來 都是全數資助 要留意 如果相關牽涉到一些培訓 即是說 如果我們開發了系統 給員工使用 而員工需要接受一些 培訓 那個數額 是不可以超過整個項目的10% 剛才提到 其實每一個方案都會有限額 我們稍後都會提提 其實 在這個遙距營商的計劃下 是有12個科技的範疇 而每一個方案 只能夠跟其中一個 科技範疇去配對 以及每一個方案上限是10萬港元 而每一個企業 在提交申請時 最多可以有三個方案 即是最多是30萬元 而這個項目 也要在 6個月內完成 首先 當大家提交申請 準備好文件 如果獲批之後 秘書處 會很快發出30% Initial 的 資助金額 令到企業 可以盡快去啟動項目 而當項目完成的時候 需要提交一個 審計報告 那個審計報告 就要確定 整個項目 是完成 當中包括 所有交付的 Deliverables 已經 完成了 以及相關牽涉的款項 都已經交付了 變成整個項目完成 就會發放餘下的資助額 要提提大家 在這個項目 必須要在申請獲批之後 才可以開始 即是不可以說 現在我已經在做項目 然後去申請資助 這個絕對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項目 另外提提 其實在遙拒營商 會分開12個科技方案 我會用小時間 簡介這12個科技方案 分別想包含的是什麼 其實頭五樣 都是跟一些網上營商有關 即是一間企業 本來有實體店 他需要透過一個網上的形式 去繼續 擴展他的業務 又或者是怎樣將他的業務 去 令到接觸到更多客戶 就可以透過頭五樣 可以做一個升級 首先 第一個 網上營商 其實他都是和大家 亦都可能親身有用過一些 例如 通過網上的平台 去做一個交易 主要都是 焦點一些 貨品那類的 而中間亦都可以包括 在一些社交媒體上的 優惠 搜尋引擎 上面的 更加多人 可以 因為某些關鍵字 可以找到你公司的 貨品或者服務 都會包括在內 但是莊中提提 如果在 賣賣中牽涉一些 所謂的 所謂的 例如是 媒體 視頻 印象 文字 在那部份的製作費 就不包括在資助計劃裏 第二類 就是網上接單或者送遞 其實就是一些 訂單和送遞 這類大家都可能 在外賣 網上買 外賣現在都很流行 這類型的服務 就屬於第二個 除了一些純網上去做一個交易 亦都會看到 其實現在大家 可能去過一些大型的食肆 你都會見到他們在一個落單的情況之下 都會有些自助機械人 或者有些自助的系統 幫顧客可以不需要 跟服務員 直接去落單 令到整個流程可以更加自動化 亦都可以提高到效率 所以這類型的自助的落單系統 都包括在第二個 在內 第三項 就是一個客戶服務的推廣 其實這一個跟之前 第一第二的分別 就是比較專注於 一些專業服務 那類型就不是實際的物件 貨品是需要 網上去訂單 而送遞都可以透過網上去做 例如在一些網上的預約系統 例如在一些專業服務 他們可能疫情期間 比較難跟客戶有接觸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網上的預約系統 其實就可以令到大家的時間 更加安排得更加 更加的效率 又或者更加可以透過網上去行為 例如在一些網上的教學平台 這些都是第三類 網上客戶服務和推廣的 資助範圍之內 第四類就是 數碼用戶體驗 這個就是 當你已經做了 offline store 或者網站 你想令到你的用戶瀏覽的時候 更加好的用戶體驗 例如 你進行一些 checkbots 可以令到你的網站做到七成二十四都可以和你的客戶有一些不同的溝通 又或者更多一些AR,即VR這類的技術 令到你的客戶可以對你的產品有更加深的了解 從而對他們怎樣選購你的貨品更加有信心 這個都在第四的category之內可以cover 第五類,當你有1至4,即是和客戶都可能有一些貨品或者服務的交易 怎樣令到他在支付過程是更加流暢呢 可以在一些網上的Gateway 將很多網上的現在比較普遍的Payment Channel都支持 又或者是實體店當中 你可以做到外賣的時候是用一些Smart Terminal或者叫PoS系統 令到你們付錢的時候更加方便和直接 這個都是受到資助範圍的第五 而6至12都是一些比較backoffice 怎樣支援一個業務或者公司在疫情期間可以繼續運作呢 是有關的一些科技的資助來的 例如在疫情期間大家可能有些難度去找到office 究竟怎樣可以透過家裡的電腦或者平板或者手機 都可以做到一些簡單的企業操作 例如在財務管理 例如我出了一張單 報價單 或者出了一些invoice 都可以透過一些雲端的技術 又或者是透過類似VPN VDI這些技術 令到都員工不需要回公司都可以繼續工作 第七類就是HR 大家都可能會用過了 申請假期 又或者是一些expense claim 這類型payroll 都是包括在第七類 第八類就是怎樣可以 例如大家在不同地方都可以 work on同一個文件 大家可以互相去交換一些檔案 以及就是透過一些remote access的系統 例如VPN、VDI或者remote desktop control 可以回到公司入面 access公司的系統或者文件 都在第八類上cover 第九類 正如現在都在用的 就是一些網上會議的工具 令到大家在不同地方都可以同一時間虛擬集在一起 例如在網上的發佈 又或者是公司internal的meetings 第十類 就是一些instant messaging 即是如果不同的團隊可以很快地給予意見 令到大家的溝通 和productivity可以提高 就是在第十類 而第十一類 就是剛才都 我們有同事都說過 是一些網絡保安 其實為何會將它納入到十二的資訊範圍 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說之前的很多樣 都是例如網上營商 其實是令到公司對外會多了一些觸碰 還有就是說 亦到員工可以由家或者手機 都可以連接到公司 這裏都大大提高了公司對外expose的風險 如果不能夠同時間提高的網絡安全 這個對企業來說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就是說 除了我們一方面去考慮怎樣拓展公司的業務 提升自己員工的效率 網絡資訊安全保安都不能忽略 而第十二類 就是under整個Dbiz的program裡面 符合到中指 令到企業可以在疫情期間繼續運作 而未必在之前的十一個項目裡面涵蓋 都可以在第十二個 有適當的description給他解釋 都可以作考慮 這就是簡介的十二項 其實大家都可以回到我們的網站 都會有一些比較詳細的介紹 以及都會有一些例子去講解 究竟那十二項可以包括些什麼 另外就是資助範圍 其實就是講到 如果我們申請的方案 究竟裏面的錢 如果拿到一些資金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大家都可能會預想到 譬如說如果買一些現成的軟件 硬件或者資訊科技的方案 又或者因為自己的requirement 可能有些特別的 需要做一些custom build 或者custom development 這類型的軟件 硬件或者資訊科技服務都包括 又或者如果牽涉一些比較複雜的方案 需要有一個system integrator去做 那這個professional service fee for system integrator 都是 而之前開始都講過 培訓的費用 就是說如果當系統完成了之後 員工需要接受培訓才懂得使用呢 其實訓練費都是cover的 但是上限不能超過10% 那個solution的cap 即是說如果個方案是十萬元 你的培訓費用就不能超過一萬元 另外提提大家 其實這個項目如果超過三萬元 即是授助的項目超過三萬元 其實是需要提交一個審計的報告 那個報告就用來決定 給政府或者秘書處去審核 這個獲資助的項目 是否正確地完成 如果完成了就會發放餘下的款項 而那個審計的費用呢 就可以受到資助的 但是上限不可以超過三千元港元 另外也要提一些小小的位置 大家要留意 就是如果當中牽涉在這個fonding 買到的軟件、硬件、設備 當中所謂的資產 其實是屬於那個申請人所有 但是大家要留意就是說 那個資產要保留最少一年的 因為我們秘書處是有權力 去代表一個核查 以及就是說 不可以在未經事先批准的情況之下 轉讓、出售或者處置這些資產 最後也要提提大家 如果一個fonding下面去買的資產 一定要確保沒有侵犯到第三方的知識產權 而當中牽涉到的風險 是會由申請者去承擔 即是說大家如果用一些錢去買一些軟件、硬件 都要確保它是一個原創 以及是一個正確的程式的軟件 或者是硬件 剛才都提及了一系列 即是受到資助 或者是申請入面的金額 其實都會有一些是不包的 不包的、不受資助範圍 是會包些什麼呢? 就是說樓宇的資金 譬如說我會不會可以用我 用來租間辦公室 又或者租一些地方去擺一些工具 這個是不包的 另外員工的薪金都不會受到資助 即是說不可以申請Dbis 來請一些新的員工 然後去開發一些新的系統 雖然它可能都在那12個資訊科技範圍之內 但是必須要透過一些 找外面 譬如說在一些platform的Provider Solution Provider 或者System Integrator 是不可以自己用這個資金去請員工 又或者將這些費用 用來當電資自己員工的一些費用 另外購買一些設備 無論它是新的或者現有的設備 保險、維修性的Maintenance 那些都不包的 另外就是一定要跟資訊科技有關的服務 才可以納入計劃資助範圍 即是說譬如其他和資訊科技無關的 又或者是交通、行政費用 這些一概都是不受到資助的 唯一的例外就是那個項目的審計 因為大家都記得我剛剛都提過 那個項目完成是需要有一個審計報告 去確定整個項目是順利完成的 那部份就會有一個三千元的上限的資助 而那部份都是納入整個資助範圍的一部份 那麼就提到了 如果當大家都進入那個form上去填的時候 當時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到 是需要給多一個的 叫做報價 那其實這個都跟其他政府的資助計劃是很類似的 尤其是TVP 那都是會需要有一個 互相去提供 譬如說超過最少有兩個報價以上 那是確保一個 就是可以有合理地運用資源 還有就是都盡量會要求在一個價低者得的 的形式去批發這個 去批出這個基金的 除非是有很強烈的理由 去justify 究竟選了一個不是最低價錢 那如果不然都會根據這個方針去進行 那另外大家提到 其實會有市場上 就算譬如網上營商 又或者跟一些業務支持的系統 都會有一些選項是平台供應商 那這個平台供應商 我們考慮到其實 如果申請者覺得這個平台 其實跟它的業務很相近 那其實就可以直接向這些平台做一個訂閱 那訂閱的意思就是說 是以Paper User或者Pay by Time 就是以這個形式去付費 例如就是說 可能訂一些網上平台 例如網上的商店 通常都會斷月去收費的 而這些平台式的 其實就可以豁免 需要付多過一個的 譬如說 我對一個平台A 我覺得和你們自己公司做的業務 或者地域的客戶 和客戶的segmentation 是很接近的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向那個平台 拿一個報價單 那就不需要付多過一個的譬如 但是如果是System Integrator 你需要開發一個系統 那這類型 我們視之為是一個技術供應商 就是一個整合商 這類型是需要付最少兩個報價單 去確保是以一個最低的服務 最低的價錢可以得到這個服務 另外 由於一個公平的原則 以及就是說 盡量可以將基金為及多一些企業 我們都會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 如果每個星期收到 同一個供應商的超過十個申請 簡單來說 譬如有第十一個出現 我們將它撥歸為下個星期去處理 那它確保就不會有 集中在某幾個大的供應商 令到其他人申請的機會降低 所以大家要留意 盡量都要 我們有這個機制 令到大家有公平 可以有機會獲得資助 另外 每一個申請者 其實在提交那個報告 提交那個申請的時候 其實需要就每一個投標者 或者報價者 叫他們填寫一個 誠信及不合謀報價的確認書 那是每一個都需要 確保我們在這個DBIS的計劃進行的時候 都是公平 以及大家都在合法的情況之下 去作出一個報價 令到大家在一個公平之下 得到這個基金的資助 就是每一個企業 再提一提大家 就是如果這個企業 剛才都說過 每一個企業 只能夠提交一個申請 而在裏面 最多會有三個不同的方案 而這三個方案的目標是 互不影響 以及互不… 應該這樣說 就是每一個可以獨立存在 即不可以將它分拆 其實每一個方案 我們都會獨立審視 以及每一個不需要 DEPEND ON其他那個完成 才可以做到 我們分之為是三個 互不DEPENDENT的SOLUTION 變成大家要考慮的時候 就要看清楚 在12個CATEGORY裏面 選選 如果你們想選三個 就要選三個不同的方案 譬如說 1、3、6 就是三個不同的方案 以及每一個都可以獨立存在 以及我們審視的時候 都會以每一個PROPOSAL的合理性 價錢 以及跟業務有沒有相關 而作一個審批 有可能會 全部或是部分去批核 另外 就是在這個交易當中 即是如果要進行一個買賣 我們都會推薦 不用現金去交易 盡量都要用一些非現金方式 例如信用卡、支票 以及銀行轉帳 如果真的需要 有些特殊情況之下 是用現金 那筆數額都不可以超過港幣 是五千元 最後都提提了 其實大家當一個 申請獲批核 其實就會簽署一個 資助協議 裡面都會有條款的細則 其實申請就是需要遵守 以及如果簽訂之後 項目是不能改變的 其實大家在申請的時候 確保項目的細項 在報價書上如實反映 當簽了一個資助協議 當中是不容許再更改的 以及如果發覺政府和秘書署 發覺申請者是沒有依照裡面的細則和條款去執行 其實是有權要求歸還以前或是全部或部分發放資助的項目的 還有一些申請公司如果是有下面的情況 我們都會不予考慮 大家都可以留意的細項 例如他現在正接受一個清盤 又或者我們發覺申請裡面有一些不準確 虛假的聲明 以及在以前有其他的資助計劃之中 沒有充分履行他的責任 我們都會予以考慮而影響他今次的批核 提提大家 其實已經接受申請 這個基金在星期一九點鐘已經接受開始了 也要提提大家 其實唯一接受的途徑 就是在我們自己秘書署 即是生產力促進局的網站上面去提交 所以大家如果見到一些在網上一些廣告 推銷說他可以代理申請 其實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全部都是在自己生產力促進局 網站上面接受申請 以及都不會收費的 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去到那張模式填 以及我們都會有充足的資訊 給申請者去參考 例如有個申請者指南 亦都有一個 相片的模式 以及也會有些影片 都可以介紹大家怎樣去填寫這份報價申請表 這裏都要提提了 我們在申請的指南裏面 都有個附件柄的部分 列出了所有所需申請的時候所需要的文件 為了確保大家在填寫的表格當時清晰 提加所有資料無誤 都提議大家去看看那本申請者指南 以及當中提到所需上載的文件的一個清單 如果我們發覺有一些是不完整的申請 其實就會不獲處理 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每個企業是有一個機會申請 如果當中有一些資料是不完整 其實就會重新去取消了你要再申請 就會影響了你自己的時間 所以都會提醒大家 想清楚怎樣善用這個資助 亦都留意跟自己的業務是否有關 參考在網站上面的12個categories 去選取大家最適合的項目 亦都提到有個評審準則 之前都有提過 其實個宗旨就是支援企業 在一個疫情期間 又或者可能怎樣開拓自己的網上的業務 那一定要跟自己本身的業務是有相關的 即是不可以跟自己本身的主要事做的事 完全風馬俄不相及 這個在評審的時候都會看清楚 他跟他本身的主要事是否有關 另外那個預算是否合理 我們都會參考市場的價格 即是究竟你填寫那樣東西的價錢 是否跟市場上是相近 還有就是當中所包含的項目是否合理 即是如果用英文提到是fit for purpose 我們是不鼓勵 亦都會審視究竟每一個申請入面 會否加入了一些不需要的項目 這個就是確保個基金 可以資助更加有效地資助所需要的人 我們都會看回其實所提交的申請方案 是否設合企業的需要 有權未必會全數接受資助 所以我們都會審視同市場的價格 和各項目的合理性 另外一個會考慮的就是 那個顧問裏面提交的顧問 或者服務供應商的交付能力 其實填寫表格之後 有幾個選項 第一有些可以選擇我們在參考名單上面的供應商 又或者選擇一些 本身都有做開這一類型的服務供應商 其實你填寫它的聯絡資料 我們都會問它相關的以往的紀錄 去確保其實它有能力去交付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填寫表格的時候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不是一定要選擇在參考名單上面的供應商 另外當秘書處集齊所有文件做了一個核查之後 其實就會將最後的申請交給評審委員會 作一個審核的決定 而那個評審委員會 就是由創新科技處處長做主席 亦都有不同業界的代表 詳情大家可以去到生產力促進局 關於D Business的網站裏面 查詢這些資料 這裏提回 其實剛才都說過 在申請的企業 其實不一定要選擇在服務供應商參考名單裏面 我們會作兩個不同的處理 如果是選擇一個在裏面不是供應商名單 其實我們在填寫表格 你都需要填回個人聯絡資料 我們的同事在處理該申請的時候 其實就會問回那間供應商 其實有沒有做過類似的項目 提交資料補充 而當中的時間是不會因為 我們要核查這個服務供應商的能力的時候 而擔誤到本身的企業的申請 做一個重點回顧 其實真的要看看申請指南裏面的細項 當中亦都會講了很多 譬如哪些要包括 哪些文件要準備好 你需要填寫什麼資料 為了大家可以一次過填完所有資料 正確無誤 不需要我們同事秘書處再找你們拿回額外的資料補充 這樣對整個申請的流程會更加快捷和有效率 另外也提過 其實在各個方案方面 如果是一個系統整合商 都是需要提交兩個報價 以及每間企業只能夠提交一個申請 以及計劃需要在六個月之內完成 而發放的資料都會以我們生產力速 生產力速的網站的專頁為準 以及我們都會定時更新 亦都會提供一些例如FAQ之類 去幫大家去了解 究竟填寫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地方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最後就是一個免責聲明 大家都要留意所有的資訊 必定以生產力速為準 如果大家見到有其他公司 其實我們澄清是沒有任何的中介公司 代表我們去宣傳 又或者去代收一個申請 如果大家懷疑受騙 就一定要報警求助 如果大家都見到一些 可能有一些誤導性的網站 又或者是不實的網站 都歡迎去舉報 如果你們有其他的問題 亦都可以打我們的熱線 27885070 又或者是我們的茶商電郵 dbeats.hongkongpc.org 我們都有專責的同事 去處理大家的問題 今天我要講關於dbeats 就差不多了 或者交給主持人 好,謝謝Alex 接著來我們請我們今天最後一位分享嘉賓 香港生產力速進局 梁家碧小姐 跟我們分享一下網絡安全資訊共享 有請梁小姐 大家好 我是生產力速的Becca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和大家分享這個關於Cyber Security Program 這個program的全名叫做 網絡安全資訊共享夥伴試驗計劃 Cyber Security Info Hub 首先講講這個program的背景 由於全球的網絡攻擊越來越多 由以前的fishing email 到現在比較流行的 勒索電郵、勒索軟件等等 甚至是一些系統漏洞 黑客的攻擊手法都日生月異 對於各個機構 為了保護公司的一些系統 或者一些data 都面對一些很大的挑戰 為了令到更加好 去防禦黑客攻擊的時候 分享一些有用的保安情報 其實是很重要的 為何分享這麼重要呢 或者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講解一下 這個program就好像一幢大廈一樣 所有的member都是一些住客 他們可能從事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行業 有一天就有一個小偷 在門口 不停地走來走去 看看有沒有一些爆洩的機會 其中一個住客 發現這個陌生人 在大廈的門口 不停地走來走去 自己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家庭安全 固然好 但如果這個住客 可以把這個情報 通知其他鄰居 提高警覺 做一些防禦所的門 就不會令到小偷有機可乘 連這個program的目的 就是正正希望提供一個這樣的platform 可以給不同行業的人 去分享一些保刊的資訊和情報 從而令到大家對於一些資訊的 安全的意識和能力都可以提高 甚至令到全香港的網絡安全 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連這個program的核心原則 其實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sharing 第二件是trust 第三件是corporation 透過分享 跟著建立互信的關係 再合作去交流 剛才說了很多 分享很多資訊 分享很多資訊 究竟我加入這個program 可以share 什麼資訊 或者可以獲得什麼資訊 其實當中包括一些保安的警報 一些漏洞的資訊 一些security advisory 或者一些brass patty等等 目前主要參與的對象 就有些sert team 包括香港sert Galphsert 或者一些security researcher 一些renda 一些critical infrastructure公司 甚至一些其他行業等等 但是大家可能擔心 我本身不是security 或者甚至不是IT公司 那我是否不能參加呢 那不是的 其實只要你是一個有香港地址 對網絡安全有需要的香港公司 都可以免費參加的 而目前這個試驗計劃 就到了今年的8月 而正式的program的運作模式 稍後就會在這個program的網頁公佈 這個program的share模式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是一個網頁平台 即是一個網頁 可以給予不同的members 可以分享各樣的保安資訊 而大家亦都不用擔心 說我公司出了事 或者我想問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又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 其實這個program 是可以有一個叫enormous的 feature 大家可以用匿名的身份 去提出一些問題 同時這個program 都不會有些監管機構去看著 誰在說什麼 或者誰在問什麼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去share一些資訊 在這個program上 另外 如果你都可以 request create 一些叫做private group 你只要邀請你自己的partner 或者同一個行業的其他人員 去join這個group 只在group裡面share 我們都會很welcome on create不同的private group 同時我們都會定期搞一些event 例如一些workshop 或者一些remena 可以提供一些免費的awareness seminar 去提高大家一些保安意識 剛才說到這個是有一個website的platform 這個website就是cybersethub.hk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這是一個public zone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保安的資訊 一些information 另外 就有個叫member zone 就必須成為了會員之後 才可以lock in lock in 進去 其實是好像一個討論區 大家可以分享一些資訊 或者看一些資訊 另外 都可以有一些PM的feature 你可能特別想問一個其他member 一個expert 你很想問他的意見 你都可以直接PM他 現在目前這個program 直到2020年4月為止 total就有超過160個機構參加了 代表成員有超過500個 當中的界別 除了IT industry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finance sector 或者一些health care 或者一些教育機構 參加的 其實我們不單是IT公司才可以參加 我們是welcome不同的industry 去加入我們這個program 同時我們每個月都會出一份newsletter 去公佈我們這個program 最新的情況 包括可能有些什麼近期的活動 或者這個platform 有些新的feature 或者一些成員 一些member的意見 我們都會在這個newsletter上發佈 我們承邀各位去參加這個program 一起共同去維護 以及加強香港的網絡安全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去這個網址 CyberSetHub.hk 然後下載這個application form 然後submit admin at cybersethub.hk 就可以參加這個program 多謝大家 先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好,謝謝梁小姐 接下來我們就叫做Q&A的環節 可以請幾位speaker 開啟他們的視訊 我們其實收到很多問題 我現在盡量由舊到新去問 首先第一個問題 都是問DVs 就是問Alex 想知道審批的時間 對不起,因為首期和尾期撥款 是相隔多久的 第一,第二 還有如果有網頁或者網上支付等等 可不可以申請資助用來升級呢? 好 我回答了首期和尾期的相隔多久 其實最主要是看那個項目的時間 其實提到 如果當申請日目度批核 其實我們都會盡快把首期 即是30%的批了數額 就會用銀行過戶的形式 給申請者 另外,什麼時候會做最後的撥款呢? 就是當他做完這個項目 提交了那個審計報告 我們看到那個審計報告裏面的內容 是設合原本之前去申請時的 提交的項目是相對的 就會發放為餘下的數額 所以就很取決於項目多久 以及多久完成那個審計報告 上載給我們去核查 所以這個時間就會很依靠每一個項目 另外就是說 如果已經有一個網頁 或者是網上支付 其實都是用那個原則 就是說 那個計劃是需要在審批 完成了之後開始的 即是變成如果你正在做這個網頁 而且正在做升級 就不可以在這段時間申請了 但是如果你說你申請是說一個 你原本已經做完了的網站 是想接下來去加強他的 譬如同客戶中間的服務體驗 例如加一些chatboard 又或者令到他的payment 可以有更多options 這個視為一個新項目 在審批之後開始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好,謝謝Alex 另外也是問Dbis 他就問如果是買notebook 是不是屬於第十項 就是這個虛擬 團隊管理和溝通 行不行 其實我們就不 要看合理性 其實我們要看整個虛擬 要令到大家員工可以做 是不是那個notebook是重要的 反而是軟件 要令到大家可以在不同地方 可以做到一個合作去做 所以我們會看整個solution 進入的合理性 究竟是不是大部分的資金 都去了買一些硬件 這個一定會作為一個考核的其中一個因素 所以我們會看以整個方案的合理性 以及與市價 是不是有一個偏離 去衡量這個申請審批的考慮因素之一 好,謝謝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問如果他們找的平台 在國內的平台 都可不可以這樣去申請 其實都需要有一個 香港的商業登記 即是我們都 看回一些服務供應商 都需要一個香港的商業登記 去做回這個服務供應商 所以要看一個那個 網上的平台 在香港裏面 是否有一個 即是登記的 還有就是 之前都有提及過 如果要成為一個服務供應商 都需要提供以往一些 工作參考 例如就是 如果以一個 System Integrator為例 是過往十八個月內 完成的兩個項目 如果是一個平台 就需要有六個月 或者以上 以及繼續生效的訂閱 有這些考慮 就是為了 大家選擇的項目 當時 的解決 都是一些 即是 一些 即是 令到大家去 進行這個項目 成功的 效率都會更加高 所以如果你說 是一些國內的平台 如果其實 它一些 我們不一定 它需要在香港發生 即是 如果它是一個 網上的訂閱的平台 有國內的客戶 其實符合之前 就是有兩個 Active 六個月以上的訂閱 都是成立的 但是 它真的要有一個 香港的 business registration 才可以成為 一個供應商 好 接著問一個 非常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 是不是先到先得 其實 先 Submit 就不代表一定先審批 因為其實 我們 處理的時間 都好看 其實那個方案的複雜性 提交的文件的完整性 因為其實以往 我們其實 這個program 在5月4日 是有一個 用服務供應商去申請 加入參考名單 當中 我們發覺很多 提交的文件 都是不齊全的 所以 變成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同事是需要 看回那個文件 然後再跟那個申請者 去做一些溝通 去做一些了解 所以 是否先申請 一定會得到 其實不一定 大家反而要想清楚 自己要些什麼 come up 那個proposal 是否合理 以及當中要求的文件 是否齊全 這個處理 才會當成一個完整的申請 明白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上市公司 如果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是可不可以申請的呢 其實剛才提過的 本身那間子公司 如果符合 剛才提到有四點 即是本身 它是有 business registration 它自己本身不是一個上市公司 亦都不是一些 受到政府資助的機構 或者是公營機構 亦都是在香港有實務的 其實那些子公司 符合那四點 是可以申請的 但是要留心的 就是說 如果在一個集團 下面有很多子公司 而那個子公司裏面 同一個擁有的人 都是超過30% 或者以上 我們都會當所有子公司 當作同一間企業 變成有一間申請了 其餘那些 都是不能再申請的 這就是對一些子公司 要求上面要注意的地方 好,明白 接著就問關於 audit那部分 如果一間公司 他申請三個project 可不可以只交一個audit report 是一個的 其實我們是以整個申請為一個audit 譬如他有一個solution 兩個solution 或者三個solution 其實都是提交一個審計的報告 去當作整個申請方案的closure 好,明白 剛才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申請了 批准了 但我中途可能做這個project 時發覺不正確 我要cancel了這個project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影響資助 或者程序上 如何處理呢? 申請個人要決定cancel這個project 其實就會 剛才也提過 會簽署一個合約 其實就是不會期待中間有改動 如果真的發生 到時可能要再跟申請者 再去了解情況 所以我們也是要想 跟大家說 要想清楚整個方案 其實是怎樣實施 實施的可行性 那我們作出一個審批之後 如果莫批和申請者簽了的資助協議 其實就不能當中再更改 好,明白 不如我們問一題 就是關於梁小姐 和剛才吳先生說的網絡安全問題 如果實施遙距辦公室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有VPN Google Remote Desktop等等 就想問一下哪一個方法是安全一點的 謝謝主持人 其實事件上 其實也有很多方法 除了VPN Remote Desktop 另外坊間也有些比較貴一點的 就是VDI的解決方法 其實三者都各有各好的 但是你說 如果in terms of security 其實我們會比較建議 是用VPN的 其實當中 例如remote desktop的話 其實它需要一些在firewall 如果用過都知道 可能要開放一些port 令到去 給同事去remote增入 如果公司有多同事的時候 可能在管理這些 究竟哪個port開了 哪個port關了 會遇到一些問題 可能會製造了很多漏洞 但當然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早在兩個月前 就是疫情開始期間 之前我們都已經把一些 在保安上的建議都寫了 上我們網頁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我們網頁 留意我們一篇blog 那篇blog叫做 評估遠端全取服務安全指南 裡面都詳細說了幾種 不同的remote技術的比較 當中有價錢或好處或壞處 歡迎大家參考那篇blog 去做選擇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指引 好,謝謝安 然後我們又回到DBS 其實我們再問大約兩題 這裏就問了 項目要六個月內完成 但如果項目有很多部份 有些是沒有辦法 要六個月後才可以完成 那是否過了六個月的細項 就不可以資助呢? 即是六個月的時間 是由我代表那一刻 還是由你們確認了 批出資助去計算呢? 是以批出資助去計算的 即是我們就是指各項目 是不可以在批出之前開始 變成就是說 你申請提案的時候 我們都會 如果填那張表格 其實都會講 那個實施的時期 即是一至六個月 變成你不可以申請 申請的時候 已經要做一個十二個月的項目 如果以一個 例如說訂閱基礎 即平台那一類訂閱式的 其實我們資助的數額最長 都是六個月的訂閱 即是一個訂閱費的 所以如果在外面,例如你買一些訂閱是一年,我們會按比例發放資助,就是以六個月為限 最後一題,就是關於審計的部分 如果審計找到兩家公司的報價一樣,我是否可以任意選其中一個呢? 是的,其實我們本身都是以一個價低者得 如果是完全一樣的,就審計那兩個,你選擇選哪一個就可以 好,謝謝 首先,謝謝三位講師,今天保貴的時間 我們今天非常踴躍,也有接近二百個參加者出席我們今天的 webinar 如果大家對於DBEAST或網絡安全有其他問題 其實也是鼓勵大家可以去到生產力促進局的網站 所有的細節都已經在上面 亦可以在上面填寫 還有一次感謝大家的出席 我們今天的 webinar 完門結束了,謝謝 好,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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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